我去過醫院, 看過幾次 Derry現在被警察重點保護 我們要埋到他身上, 沒那麼容易 殺他有難度 難度要做, 要找誰做呢? 這樣也有辦法 那是不是要在名單上找個人出來? 他們出去吃午餐, 看他們吃不吃 我們還有東西談 是的, 談秘密的事, 所以沒遇到我 阿婷, 你幹什麼? 你問我才說 有件事一直覺得很不舒服 你根本沒有當我是組織的一份子 當然有, 你怎麼會這樣問?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你根本就當我是局外人 你有什麼要商量 從來找阿敏都沒找過我 說是大家坐同一條船 爸爸, 我覺得你根本是說一套做一套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你發什麼小姐的脾氣? 阿敏 我沒有不信你 更加沒有當你是外人 如果是沒有的 有什麼理由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不過想投入組織多一點 結果就被人投犯自散 我在外面一個人狼狼 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組織的事就是這樣 有事做自然會叫你 所以我就多餘了, 不妨礙他們 阿婷, 別這麼小女兒了 我們只是在談談如何處理Derek 如果你想參與的, 就留下了 不是吧?告訴他, 不太好 阿婷覺得對 既然大家坐同一條船 就不應該有秘密 阿婷應該知道多一點 這裡有密室嗎? 我現在給你看的一般驚鳥的成員 是沒有資格知道的 我平時就在這裡跟上頭聯絡 這裡還有一條秘密 可以讓你隨時逃生 裡面藏了很多驚鳥的機密 我們驚鳥的人遍捕世界各地 只要我按幾個按鈕 所有驚鳥成員的資料都可以找到 所有成員的資料? 那比鍵盤大呢? 裡面還有很多敏感資料 阿婷, 為了安全 我安裝了很特別的保安在這裡 之後我才會開到 你和阿婷仍然有資格知道 想不到爸爸把基地放在這裡 你現在知道的 已經被一般驚鳥的人到 你要知道 爸爸從來都沒有當你是愛人 現在大家都知道有這個密室的存在 就再沒有說誰沒變過 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互相猜鏡 要像以前那樣, 做什麼好事? 大家相處得好一點 做事也順利一點 努力和組織做事 雷今的婚禁很久, 骨頭都硬了 拜託你, 休息休息一下 這麼拼命幹什麼? 不拼命怎麼看拼命? 你以為我是你嗎?你進入ATF 你看我好而已, 進入ATF有什麼好呢? 幹什麼?還好想進調查組嗎? 自從大叔出事之後, 我更加想 我都知道, 你想親自查那些傢伙 幫Carson報仇嘛 一來吧, 那二來呢? 對不起 Beauty, 怎麼樣? 沒什麼?想說的消息你知道而已 姐姐說她好多了, 很快就會上班 是嗎?那真的很突然 不知道是否因為她去到你家多 幫她想通了一些事呢? 可能, 其實我也很想她快點放下 我看見你這麼緊張她 才告訴你而已 讓你不用整天都心掛掛吧? 謝謝你, Beauty 好, 再見 以後我一定會拼命 我一定會告訴Wei Sir 我是屬於調查組的 你一直在調查 不然怎會把我拖下水? 給點時間吧, 晚餐一定知道你行 說起來就不好意思 你出院之後, 我一定請你吃一頓 你回家就能跑掉嗎? 這傢伙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了 醫生也說不定 你們倆有什麼事? 不好意思, 我們經過而已 頂證經理也看過他了 上頭派人二十四小時貼身保護 我想經理想做事沒那麼容易 他們做事不會明刀明槍的 對, 如果真的要滅口 他們會用一些出其不義的方法 不過想起Wei Sir 留下他的命也是對的 他一天沒死 經料派人一定會來滅口 到時候我們就有機會抓到他們 對了, Wei Sir明明叫我們兩組人 輪流看著Darric 阿佛, 我在後面盯著 我沒有結束 好的 師兄, 沒事吧? 沒事 我按照你所說 查過就是Darric住的醫院所有的職員 包括院長、醫生、鬍士 甚至是清潔雜工 我都掃過了, 他們都是身家清白的 不過我不是完全沒料到的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其中一個男鬍士值得留意 他是他姜偉, 資料在哪裡? 他過半月之前欠了一條街數 是五十萬的 不過剛剛前幾天 就有二十萬進了他的戶口 還有, 他本來是二樓當值的 但昨天開始就調到一樓 那豈不是是基樓病房那層嗎? 是, 怎麼樣? 你覺得有點不妥嗎? 要不要跟Wei Sir說? 不用, 行了, 謝謝 謝謝 藍 不用項責任務嗎?還是被解僱了? 你被解僱, 我還沒被解僱 我們是做事的 做什麼? 我跟Wei Sir商量過了 應該要幫爸爸轉腰會好一點 Wei Sir還派我來幫我轉腰 Wei Sir很看你 但你經常來看我, 怕不怕? 不怕 那個白車一個小時後 才來接爸爸走 我趁有時間就來看看你 你怎麼樣?好點了嗎? 吃得睡得吧 以後躺在這裡很悶 想快點出院, 和你們幸福時間 吃得很適合我 我看你 吃得很適合我 你別看我 關掉不好 不要讓我 我看你 我看你 住手 Ben剛剛跟姜佑來偷工 他承認了有個神秘人打電話給他 他說如果他搞定Derek 他們就會替他還清一條大耳洞數 翌日他就在家門口收到一個 裝了二十萬的袋子 那些應該是經料給他的商機 Sir, 那個電話查得怎麼樣? 怎麼樣? 沒想到 我的電話是太陽卡打來的 九成都是經料的人 不用灰心, 他來得第一次 一定有第二次 對不起, Sir 為什麼? 上次抓Derek的時候你罵得很對 我差點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幸好你在這裡學著我 我現在才明白留回Derek的命 是以為引經料幫人出來的 你現在明白了 但是你最初知道那個護士是有可疑的 為什麼你不報告給我知道 其實當時我很少資料在手上 我也不敢百分百肯定 那個男護士是否去殺Derek 就算我報告給你聽 你也未必相信我 所以我自己決定接一接 我最初聽到醫院出了事 我以為你真的尋不住氣去殺Derek 原來你是去救他 你現在真的懂得分清楚 威Sir, 其實你也看到我有能力 去應付調查組的工作 自從大哥商業職業之後 我一直想接替他的位置 想做他未做完的工作 你知道大哥一直很想我入調查組 當我為了大哥好, 為了我好 我希望你考慮讓我轉組 威Sir, 在公在私 這次我真的想你幫我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不要令我失望 更加不要令你大哥失望 請他上 媽, 其實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不過你聽完之後就別不開心 難怪煮粥給我吃 跟你大哥一樣, 咕咕滑滑 什麼事?說吧 我快要調組 我快要調去調查組做大哥的位置 不行 媽, 你不明白了 這件事我一定要做 你別跟我說 我真的不知道 事情還沒完 我要為大哥做下去 大哥在在天之靈都想我這樣做 算了算了, 一切都是整定的 媽,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有事 你相信我 我永遠都在你身邊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